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拍纪录片的导演 他这个造型也很符合我印象中的纪录片导演 感觉是穷的叮当响 这哥们他叫乔乔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让人惊叹 为了拍个纪录片 人家是卖了房子卖了车 是吧 一看就是没吃饱 今天这么来 这家伙而且拍的都是最艰苦的环境 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很短的视频 叫微电影算是 公寓电影 迷失的家园 我觉得在特艰苦的情况下 我没看我回去看看 我现在我就可以给你看看 他拍了将近2000个小时 对2000多个小时 但是最后放出来的片子大概才12分 12分21秒 我也不能当然全放 我们可以放一点 这一点是一个你会看到 他拍的不是一般的像环保那种的 或者鸟类的生活规律 他拍的都是 比如说鸟在那下了蛋 你看着一个中年男人过来 疼 拿走了 拿走了 你可以看看 下去 别看来 有点赞 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图拍的 就是在黄河的对岸 因为这个鸟叫那个仓路 它呢 坐着这个窝呢 特别的这个特殊 它是在悬崖峭壁上 它非常聪明 因为什么呢 它如果是把这个窝坐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 人容易到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容易对它造成伤害 它就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坐落 接近90度 那上边是一条路 然后就是悬崖峭壁 再下边就是深不见你的那个黄河 当时我就是要拍到这个繁殖的这些仓路的话 就没有一个好的机位 我必须是把我自己吊在这个悬崖上 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我们用那个安全索 上面两个人拽着我 把我吊在这个悬崖上 扛这个机器下去拍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把这个机位 架在黄河的对岸 当时这个镜头我就是在那个黄河对岸拍的 那那人他怎么下去的呢 它是这样的 虽然说它是有90度这么垂直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还是有些灌木或者什么能够拉入灌木下到鸟蛋鸟窝的地方 那人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不理解他 他干嘛掰了以后他就不管了 当时我拍的时候我也觉得非以所思 因为我就觉得 他看什么呢 就是把这蛋都掰碎了 他就给你弄毁了 是不是 当时其实我挺痛心的 因为我拍的时候 我就其实一开始拍着镜头对着鸟蛋 我在拍这个仓库整个的繁殖过程 结果就看见那个灌木丛 完了之后再动 后来就下来了一个人 其实当时下来是三个人 先下来这一个人 然后他那个站在那个石头凸起的那个地方 往下看了一眼 我那一看有鸟蛋在 我通过那个当时他那个眼神的话 能看出来他是不知一次来这个地方 就是观察这个鸟蛋 就是完了之后 我这个长条镜头就赶紧那个把它框在我这画框里边 因为我在黄河对岸 我也没法去阻止他 当时就把这个过程给揭露下来了 完了之后 等到把这个片段剪辑到我这个十二分二十一秒 这个迷失家园那个影片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为什么 观众就是那个当时在这个网上这个展映 展映的时候 好多人就提出一个疑问 说这个人到底是干嘛 把这个蛋一个一个都砸烂是干什么的 后来我就看那下边有一个评论 说是这个当地有一个风俗习惯 说这个吃了这个鸟蛋的话 如果里边是这个毛蛋 就是它成型了 已经有那个小鸟的出型 毛蛋 对对对 它吃一个话可能是对身体比较补 他一看这个东西还是没成型 汤汤水水的 全部给那个打烂就扔了 打烂就扔了 这么回事 所以这人是最残 最残忍冷漠的这种动物 比如像刚才那人 那你就感觉是损鸟不利己 对 对吧 你说你吃了 这也就算是吃了 你没吃 我觉得今天的人 好些就是这样的一种 失去了个最基本的怜悯和善良 是不是 对 我这个影片的话 其实我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我这个影片的放映 然后能够唤解更多人的这种良知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我们赖起生存的家园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段 还有这一段叫悲催的姜豚 这就是他拍的重点 他拍的专门就是记录人类的活动 你是怎么样侵害了人家动物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这又怎么回事 这个姜豚的话 它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朴实园林一样 它也是这个 宾威极的 宾威了 已经非常宾威了 在长江流域 特有的一个物种 跟人是非常接近 因为它是那个长江唯一的一个 目前仅存的一个哺乳动物 之前是那个白鸡豚 白鸡豚已经是灭绝了 灭绝之后就剩这个姜豚了 那这个长江江豚跟白鸡豚 是被誉为是这个孪生姐妹 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残存的数量 尽存的就是也是不到1000只 也是比大熊猫就少 它被誉为是水中大熊猫 那你刚才记录的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在江上的什么活动 是对他的生存有影响 这是那个就是长江流域非常多的 这个航运非常频繁 挖沙的 还有这个航运 这个螺旋桨啊 经常会把这个 因为这个江豚呢 它是靠这个生辣鱼传递信息的 那这个船只非常频繁的话 对他这个传递信息造成一定的影响 他刚才那个血乎斯拉的那个 那个江豚那个是怎么死的 那个是死了 那个是被那个挂死了 就是那个有那些滚钩 渔民打鱼 用那个滚钩 他的势力是非常弱的 在这个水里面 尤其现在这个长江水污染了 污染之后的话 它就搞不好撞到这个网上了 那个网上全是那个钩子 挂死了 是这样子 有学者说人类是地球的癌症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人类 其实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活着是一个侥幸的事 就是我们曾经也是宾微物种 我们在一万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宾微籍 就是年也是说不定就没了 可是我们度过了冰河期以后 那就赶上一个好时候 就是简单的说赶上春暖花开了 这个人类就开始增长 一开始增长的速度很慢 大概是就这个 这个星球上如果够一亿这个数 大概要就是这个 从冰河期算起 大概走了一万年 后面就剩两千年 这两千年 人就开始从一亿 每两百年增长一亿 增长了两千年 就增长到十亿 但从这十亿 这个节点上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工业化革命 对 工业化革命正好在十亿这个节点上 这个星球容纳十亿人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容纳七十亿人是有问题的 而且未来可能要承受到100到150亿人的容量 那肯定是有问题 我怎么努力了 对 这很可怕 那么我们看到这时候 它就开始物种开始灭绝 这个灭绝 这个灭绝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很可怕 是很多人不会意识到的 就是在我们一只独大的情况下 越接近于我们的动物 就是越高等级的动物 越先灭绝 这最可怕 你看他刚才说江豚 白济童都非常聪明 他在动物中都是很聪明 他是四岁小孩的智商 你想想 你想想你这杀他等于杀一四岁孩子 就是越高等级的普鲁类 你比如我们知道的像虎 是吧 这都是高等级的普鲁动物 它都到达宾位边远 除了个别的 八个亚种类可能死了 撒了就没了 撒里边四个都没了 就我们能知道的这个事 你像白济屯 那白济屯咱们全知道 是在咱们这个时代手里死的 灭绝的 灭绝了以后 现在当然有时候有些幻想 就是说以后是不是用基因技术 还能让它复活 即便你让它复活 它未必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它不是自然的吗 对 是不是应该留一管 对 这怎么办 现在的话 专家讲说江屯要进行迁地保护 因为长江航运非常发达 往来传着这么多 还有一些花沙的 它能不能把江屯迁到一个专门的保护区 进行人工的训养 是这样的 那也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我认为的话 因为这个 对 很难 因为这回造成了一个基因的退化 虽然说我不是学生物的 我学电影的 但是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了解到这样的信息 这个是不利于 人工幻养一定是有这个问题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好像是个小鸭子 一个小鸭子死了 另一个小鸭子在他身边 寒情默默 那是怎么一个 非常感人 当时我拍的时候 我都非常痛心 真的是当时把我感动的 他们出生仅仅是十几天 因为当时吃了那种毒死的小鱼 你怎么知道 它是因为吃了毒死小鱼 这个鸭子是当时我们从农民手里边 把它救下来的 就出生没多长时间 农民过黄河的时候 把小鸭子给逮走了 逮走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 当时因为正在拍摄 然后就把这个鸭子给救了 救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放养 放在一个小的水坑里 因为那个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 水环境给污染了 结果后来就发现 它陆续的死去 因为小鱼后来死了 因为那天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 没发现这种情况 就把它放在水塘了 我们就去拍别的物种了 等回来之后就发现 它一个一个死去 当时特别的痛心 他们出生在十几天 我后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给记录下来了 陆续死去 没死一个的时候 我就把它埋在这个黄河边挖了一个坑 我说你还是回归这个黄河吧 我们出去拍东西的时候 我会带一点香 这也不是迷信 可能是怎么着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 他们同样是一个生命 他们没有了 我们眼看着 他们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我就非常不识滋味 完了之后就没死一个 我把他挖坑买了 完了就给他们上三炷香磕头 是这样子 到最后一直死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那个镜头就是推拉半个小时 一直是死不瞑目 当时拍了一张照片 我传到我的微博上 他就一直眼睁着 就像是活的一样 就一直没有死去 他死完之后 他就坐到那 根本就没有倒下 这个是前一只 前一只死了 最后我讲的 一直没有合上眼死不瞑目的这只 就是倒在小鸭子旁边的这只 刚才我们看到影片那 所以是倒数第二只 你看他这个镜头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演员去演 他也演不出来这种情境 你拍这个片子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五年的时间 五年 对 我从08年一毕业 我就来干这些事了 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在野外风惨露宿 就是拍这个 那你团队有几个人 我最初是六个人 后来的话 这个人慢慢都走了 因为我从事这个劳动 就是这种特殊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有负担不及 早饭 很多时候这中午饭是没了 晚饭都不知道 也就不吃了 对 因为拍这个需要长时间在外边 对 因为我这个就是镜头的话 必须是这个一天 基本上是不停的就在开着期 因为等我发现这个鸟的时候 捕捉到他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他已经是这个 就是要么就飞走了 要么就是那个什么 你已经是捕捉不到这种眼神了 动作什么的 像刚才这小鸭子死去 另外一只小鸭子过来安慰他 要去护慰他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太触动人心了 你觉得他们一样非常有感情 他们有类似于人的感情 对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灰鹤 那是在有一年的春天 在黄河中下游的这个地区 我要排大宝 大宝是非常珍惜的一个动物 它相对来说 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 它要回前往北边跑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的就是一只灰鹤 鹤呢 它当时我就对着这一只在拍 哎呀 我这个时候我在想 往年这时候 它就早就飞走了 为什么还生这一只就留下来 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拍 拍了大概十几分钟的时候 我发现就在它旁边 还有另外一只鹤 它在那个动 完了之后就站起来了 结果就是单腿 一只腿断了 就另外这只 就一直在旁边守着它 我整整拍了一个礼拜 然后等到下一个礼拜 我再来这个地方拍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就在讲的话 这个动物跟人一样 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尤其是鹤 它是非常忠贞的感情 因为我从画面来看的话 它不是它的孩子 如果孩子的话 它的一个毛色 还有它那一个言行举止都不一样 它应该是夫妇 对 群内有很多是这样 那不大雁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那句诗 就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说的就是大雁 那雁秋 当时袁浩问复考的路上 就看到这么一景 就说这个死了 那个从天上直接下来 就自杀而亡 最后这些人就把它埋了 对 埋了以后 对 就说这句话 那就是后来穷瑶的电影小说 歌曲里都要是反复的 吟唱的这话 实际上是说的是鸟的情感 这不是人的 真是 你看咱也说在天愿为比翼鸟 这就是人类的观察 鸟类好像经常有这种类似于鸳鸯 这种感情的东西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觉得中国这个事有解吗 我觉得主要是政府能够重视的话就会有解 如果不重视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 我怎么觉得有点悲观 我觉得重视也解决不了 现在不是光中国的问题 全球的问题 你看他有时候 我有一次看到过一个青藏高原上 你只要这一条大路修过去 很多动物因为你这个就绝种了 因为他南北迁徙 他好像说有一种什么羚羊 还有一种什么 就他这个蹄子只能在草地上 你不要以为你一个马路 他走不了 就是说他那个蹄子踩在柏油马路上 据说那个感觉就像是咱们踩在烙铁上走路一样 他这个根本就走不过去 所以他过不去 他不能南北迁徙 他这个物种就完了 我觉得人类对自己的反省 最多就能做到对动物的有益伤害 只只是无益的伤害 就像这一类 你比如化学物的 化学物 是吧 你是大量的食用农药化肥 它在生物链中 一点一点的最后聚集到高等动物体内 这都可能很难弄 就是现在这个物种的灭绝速度 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和估计 而且你看你在中国那么多地方走 你比我们就见得多了 经常的文章上面讲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各地已经没有农村了 没有田园风光了 这个我觉得是太痛心了 因为我为什么我讲我拍这个湿地 因为湿地被誉为是地球之甚 一旦这个湿衰竭了 这个地球也就真的是灭亡了 为什么世界四大五民谷 全是发源于这个河谷历带呢 因为为什么我拍黄河拍长江 拍这些中国各大的湿地 因为湿地它延伸出来很多的生物 这个人跟这个大灾人 其实是一个生态链 一旦一个环境出现问题 最终它会搏击到人类的 咱们可以再看一段片子 它这个生态灾难的 这个掉水掉沙子带来的 水掉沙子带来的 你给我们说说这个 这个是非常痛心的 我未拍这个镜头差点命没了 真的 真是这样 如果是命也没了 也没有时间跟你们在一块 在这交流了 那个是2011年6月19号那一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黄河调水调啥 它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都要是冲杀河道 因为黄河下游的话 是地上河高于河床 它是把河床往下给泥沙冲走 但是它没有考虑到 水下来之后 对下游这么多生态 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成千上万窝的鸟 全在黄河的河滩上 河道上坐窝 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繁殖的一个季节 有鸟蛋还有成型的鸟 还有出壳的这些 特别多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是叫亚洲短尺百灵 有四只 一点一点的 我们从没有水 一直到水整个上涨 拍了四只 还有三只 就叫普通燕鸥 就是我影片那边 一直以它作为这么一个视角 牵引整个影片的那种鸟 它是我们一直从它爸妈之恋爱 一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繁殖过程 全部记录下来 就在那天的话 这个水一点一点上涨 两只已经是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只 就是刚刚那个蛋就是破壳 一旦这个水进去之后 它肯定是寝死 但如果是不救的话 照样也是死 就在那个时候 大概是黄昏八点多的天 已经是夜幕降临了 我跟我的那个助理 还在这记录这 我这个普通燕鸥 当时我就特别的犯难 我说您看怎么着 这个东西我们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如果是救的话 它可能能躲过这一切 如果不救的话就完蛋了 但是我转念一想 因为这个东西是野生毒物 我们即使救了 怕养不活 左右是个死 对 怎么着就是特别纠结 完了之后 那个助理说赶紧走吧 这时候水已经到这个七个儿 那个地方 淹着你们了 对 完了这个时候的话 我说这么着 我说咱们赶紧就走 那之后大概就是我们跑了100米的时候 我又跟那个助理说 我说这么着 我说你先走 我呢就赶紧回去 然后把这个鸟 就是两只小鸟 还有这个四只亚洲端子本领 全把它这个拿起来 放在兜里边 还有这个鸟蛋 完了这个时候的话 已经是到那个什么了 就是水慢慢的上涨 已经到这个窑谷的地方了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跟那个河边的船老板 已经打了电话 我就赶紧过来接 当时的话 这就是水非常的挤 那个水下来非常非常的湛气 对 还有一个是黄河水 这个地形非常的复杂 你就不知道 那个下边会陷进去 完了之后 我就往前走 一看不对 就像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 文明启示动 过来就被救了 救了之后 到这个黄河边 我就是把它放在夜窝下 然后再次开始